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她催了一口第二掌又要落下时 一道怒不可遏的声音制止了她 住手 谁准你动我闺女的 医生给我处理好烫伤后 陆母死死地拉着我的手 她从送我到医院时抱着我就开始哭 陆父站在一旁不停地安抚着她 满眼愧疚地瞧着我 时不时给妻子递上一张新的纸巾 陆母抽气道 都 都怪我们 要是我们早到一点 你就不会受伤了 陆母的手有些烫 握得我手心出了汗 就像她的怀抱一样 很烫很烫 她的身上也很香 估计是被熏的 一路上我感到腿上火辣辣的灼烧感 都弱了许多 我别开脸不看她 将手毫不留情地挣脱开 你们出去吧 我有些困 暖暖 陆母还想开口说什么 却被陆父制止 将人带离出房间 我瞧着他们走出病房的身影 视线凝在陆母紧握的那只手上 那里 捏着陆母抱着我时悄悄扯的头发 扯头发的时候 我头皮一疼 却还要装作毫无察觉 有点心眼 但不多 半个月过去 陆父陆母一起来接我回陆家 这半个月里 两人来得勤快得很 陆母更是恨不得陪我住在医院 陆母总向我介绍陆家成员 说我有两个哥哥 一个姐姐 姐姐 在他们找上我之前 我早就把陆家摸得透透的了 毕竟 那份亲子鉴定 还是我亲手送到的陆家 陆家就一个女儿 所谓的姐姐 是陆家养了17年的女儿 陆明珠 明珠 多么好的名字 我嘴角忍不住 勾起一抹笑 陆母以为 我是乐意听到他们的事 跟我讲起了那三兄妹 我们两个总是她一直说着 我不吭声 她问我过去17年的生活 我依旧不吭声 在听到她说两个哥哥 十分期待着见到我 会待我好时 我终于张了嘴 眼睛亮亮地瞧着她 充满期待 又有些小心翼翼地问 真的吗 沈天兰毫不吝啬地夸过我眼计好 乔卓陆母开心的模样 我深以为然 她笑 我也跟着笑 只见默默摩擦着身上盖着的被子 真欢迎我 怎么会半个月了 连一面都没来见过呢 车开进了别墅 别墅里黑漆漆地瞧不见东西 陆父陆母带着我进门 门锁咔哒一声 灯光亮起 礼炮声响 门内 一个穿着粉色连衣裙的女孩子 笑容灿烂地举着蛋糕 爽朗说道 欢迎暖暖回家 她一左一右分别站着两个人 左边的人嘴角挂笑 温柔地瞧着我说了句 欢迎妹妹 右边那人满脸敷衍 像是感知到了 陆明珠小心翼翼 扯了扯二哥的衣角 陆明成冷冰冰地说 欢迎 陆父灯石黑了脸 压着怒意吼了句 明成 陆母赶紧站出来坐和事佬 挽着我的手说 暖暖 朱朱知道你今天要回家 这是她特意给你办的欢迎仪式呢 我微微一笑 随着陆母的步子走到陆明珠身前 嘴里说着谢谢 只是手上的动作 却是将那个蛋糕掀翻 奶油弄脏了陆明珠崭新的裙子 陆家一家子集体变了脸色 陆明成更是眼疾手快的 将陆明珠拉到身后 恶狠狠地瞪我 冲着我吼 你干什么 陆明珠躲在她身后 一双美眸瞧着我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不得不说 她的容貌 继承了我那养母的优点 两个人眼睛像极了 一双圆眼我见有脸 还有她的眼睛也挺不错 我瞧着她那双眼睛 视线对上陆明成 挑衅道 占了我十七年的生活 我讨厌她 不是理所当然吗 陆母似乎惊讶于我的态度 明明在医院的时候 听到陆明珠时 我都是笑意盈盈地来着 这跟珠珠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她故意换的 她也是无辜的 你恨她干什么 陆明成吼道 我反问她 她无辜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而且谁说我恨的是她 我走上前逼近她 当年弄掉婴儿信息的挂牌 最后挂错了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不是你吗 陆明成吓得连连后退 带着身后的陆明珠一起 一个不慎 两个人齐齐摔作一团 我毫不掩饰地笑出声 当初无意间看到蓝色生死恋时 我就极度讨厌里边的哥哥 事情轮到自己身上 这个哥哥就更讨厌了 珠珠 陆母连忙松开拉着我的手 跑去将人扶起来 紧张地查探伤势 陆明珠的下巴被陆明成磕到了 红彤彤的一片 被陆母扶着 委屈地开口 妈妈 我疼 嘴里好像流血了 陆明成赶忙从地上爬起来 对着妹妹道歉 一直没在说话的陆明宇瞧着我 皱眉开口 你过分了 陆家人乱作一团 我瞧着这一幕 陆母紧张地让陆明珠张嘴她瞧瞧 陆明成在一旁手忙脚乱地道歉 陆明宇拿着电话跑到别处去打电话叫医生 我心底微微有点不舒服 可能是陆母这半个月在医院 对我的呵护太好 被蛊惑的原因吧 温柔刀 刀刀割人性命 古人成不起我 陆父忽然开口 暖暖 我知道你苦 但明成说得没错 朱朱是无辜的 你不能因为怨恨 我知道陆父在我住院时 就在打探我过去的生活 我也让他看到了我想让他看到的 像家重男轻女 我从小的日子就不好过 养父嗜久家暴 养母从小苛待 在校被嘲笑歧视 这些陆父都调查到了 还蛮着陆母 她的话没说完就被我打断 我郑重地喊了她一声 陆总 二十万给我 断绝亲缘关系 我离开 或者一天之内送走陆明珠 她走 我留下 那头的陆母停了动作 惊讶地睁着眼睛看着我 盲声道 怎么可以 暖暖 你跟朱朱都是我的女儿 我没理她 继续跟陆父谈着 我还未成年 您对我还有抚养义务 过去的十七年 你们从未养过我 二十万一笔买断 对陆家来说 只是九牛一毛 这笔买卖划算得很 毕竟 陆明珠一个月的零用钱 都不止二十万 陆父的视线紧紧瞧着我 严肃问道 在你的眼里 我们就是买卖 我们就一定会偏心猪猪吗 我耸耸间 总有人觉得自己无比公正 我从陆家的别墅走了出来 陆父陆母不让我走 我直说 陆明珠在 我就不会在 陆明成想发怒 却在对上我的眼神 一瞬间溃不成军 眼底浮现一丝愧疚 我告诉陆父 自己租的小公寓的地址 让他选好了 告诉我答案 陆父见我坚持 让陆明珠送我平安到住处 陆明珠应声 只是他开个车门的功夫 我静止走远了 他忙追上来 没多久就被我甩开 毕竟 这么多年 一个人走夜路多了 女孩子总要格外注意安全些 我甩掉人的本事 还挺有一套的 当然 除了沈厅兰 不过他夸我厉害 说我安全意识太好 不好骗到手 夜间的风有些凉 我借着陆灯一路往外走 想到陆明珠的笑容 我顺手从路边的花坛 揪下一朵花 边走边揉 花枝染脏了手 直至瞧不出一点花的样子 我讨厌陆明珠 她笑的时候 像看小说时的描述 像暖阳 像一颗甜甜的糖 像一道光 她穿着崭新的衣裙 阳光活泼 会软软地跟哥哥爸爸妈妈撒娇 用得上世间所有美好的词语形容 我不一样 我恶毒得很 骨子里早就腐烂成了一团烂泥 小说里的恶毒女配 我还真是贴合得紧 瞧见她的那双眼睛 我就想到了养母黄月娇 想到她笑意盈盈地 将我的玩偶夺过扔进火炉 压着我不让我去救 想到她将我推进养父醉酒后的客厅 在房间里躲着 听我被养父一拳一脚打出的哀号 想到她抢过我的书包 搜着我刚从学校拿回来的奖学金 出门时在我书本上踩了一脚 想到她看到我给姐姐买的药后 一巴掌甩到我脸上 说我浪费钱 想到她无所谓地说 姐姐死了就死了 有个词叫爱无及乌 但恨意也会连坐 我的小魔女想什么呢 看着心情不是很好呀 调侃的声音传来 我踏出别墅小区的门 就瞧见一个人靠在停着的小电驴旁 视线直直盯着我 我急步走过去 瞧了瞧小电驴的粉皮肤 上面还贴了好几个哆啦梦 猛男粉 我好笑地看着沈听兰 然后故作痛心疾首道 堂堂沈二少开个小电驴 可真是太掉身价了 沈听兰毫不客气给了我一个暴力 制止我做作的演技 我不满地瞪她 咬牙切齿道 好痛 王八蛋 沈听兰帮我揉着早就不痛了的额头 笑骂 王八蛋的女朋友不也是王八吗 我瞪她 谁是你女朋友 你未来都被我定了 还想跟别的男人跑了不成 她一笑 无奈地摊着双手 脸颊两侧露出浅浅的梨窝 我十分客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如果眼神能杀人 那么从遇到沈听兰开始 她得被我杀不下八百次了 不过现在我想了想舍不得 沈听兰看到我被花枝弄脏的手 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包石巾 细致地将我的手擦干净 又温柔地帮我戴好头盔 黑色的 顶上白漆还喷了个帅字 酷极了 小时候弟弟看电视 我在旁边蹭着看了些 那个叫野比大熊的孩子 身边有一个守着他的机器猫 机器猫的白宝袋 总是能掏出神奇的道具 帮助大熊 我顺着沈听兰的下巴往上看 她眉眼认真 沈听兰没有机器猫的本事 变不出神奇的道具 改变不了我这些年极度痛恨 想要逃离的东西 但从什么时候开始 沈听兰成了我的哆啦 梦的呢 她的粉头盔上有着两个毛茸茸的耳朵 我忍不住伸手点起脚响去捏 两个人一时间靠得近了 我听到身后一声怒吼 你们在干什么 我回过身 瞧见是追出来的陆明宇 一脸抓奸的恼怒 哦吼 打情骂俏耽搁的时间 有点久了 陆明宇双眼瞪的浑圆 像极了我那讨厌的养父生气时的神情 我拍拍沈听兰的肩膀 无视陆明宇 走吧 沈听兰利落地上了小电驴 我忙跟上 陆明宇冲着沈听兰道 沈二少 我妹妹还小 你拐着我妹妹早恋 深夜离家不太好吧 富豪圈 沈听兰跟陆明宇认识并不奇怪 不过我想着陆明宇说的深夜 看了眼手机 八点半 叶猫子的生活好像才刚刚开始 富家少爷这么年轻 就开始养生生活了 不过好像没啥用 我瞧着陆明宇的头发 虽然有刘海挡着发际线 但瞧着陆出的一点边缘 有点秃 沈听兰偏过头看她 帅气挑眉 妹妹 还不一定吧 陆大少的脑子什么时候 坏到去乱认妹妹 来管我家暖暖的事了 她停下来 似是打量了一番后 认真点头道 我们沈家的私人医院 脑科医生技术 还是蛮好的 到时候我给你介绍介绍 当然 我们家医生 直发的技术 也是可以的 沈听兰不会是我肚子里的 蛔虫转世吧 居然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拉着沈听兰的衣服 丝毫没有憋笑的自觉 她嘴巴毒得很 我一早也领教过 陆明宇的表情像是要吃人 就要冲过来拽我下车 沈听兰手把一拧 小电驴滴滴响 以25码的速度将人抛在了身后 我瞧着 远远的距离倒是不算 不过陆明宇跑着是追不上了 一路上 沈听兰高兴地哼起了歌 我听着她五音不全的歌声 唱着骑着我心爱的小毛驴 我永远不会堵车 沈听兰说话时 声音很好听 可唱歌一言难尽 总是折磨我的耳朵 我借着她的身体挡风 开口道 沈听兰 你以后不会也那么快就变兔吧 谢顶男朋友 我想到沈听兰一张俊脸 脑袋却是地中海的模样 忍不住打了个寒蝉 要不咱俩还是好聚好散吧 屁 沈听兰咬牙切齿的声音 随着风钻进耳朵里 我沈家就没谢顶这项基因 话是那么说 不过后来真正开始交往后 我瞧着她的洗发水 瓶子上清一色的声发固法功效 第二天的下午 陆傅就出现在了我小公寓的门外 公寓小得很 陆傅进来时一时间没地方站脚 彼时 我刚给来来洗碗澡 我捡到她的那天 小狗若不可闻的叫声 被纸箱和车流声淹没 可鬼使神差的 我拿开了纸箱 它是被抛弃的 扔在垃圾桶旁 我跟她蛮像的 毕竟她没人要没人爱 我也没人爱 现在也蛮像的 她有了我 我有了沈厅兰 来来很乖 但洗澡时 还是会弄湿我衣服 我给她弄干着毛发 等着陆傅出声 她只局促地坐在我给她拿的胶板凳上 双手放在膝盖上 腰背板直 我看她一眼 想着富豪 此刻应该是觉得这个板凳搁屁股 吹风机轰鸣中 她斟酌着开口 来来 来来多大了 一岁了 陆傅的手在西装裤摩擦着 缓声道 朱朱昨晚主动说了回去 你也知道 像家那对夫妻的德行 她语气一停 声音中更多了些愧疚 爸爸知道你恨 但你受的苦不能让别人再受一次了 我垂眸 自顾自加快了拿着吹风机的手抖动的速度 不过你放心 朱朱以后不会跟我们住在一起 她今年就升高三了 出了那么多事 再向家会不利于她高考 我跟你妈妈商量 让她住别处 她不会打扰到你的 我把陆明珠逼走 陆明成不得恨死我 我关了吹风机 没顺着她的话接 又拿梳子给来来梳毛 再说 她一个女孩独自住在外面 多危险 到时候 你们不得提心吊胆的 在十多年的感情面前 我就没想过 跟她比你们之间的亲缘情分 陆傅脸色一变 环市公寓一圈视线最后落在我身上 我的每一句话都在无意间提醒着她 我自己一个女孩住在这狭小的出租房里 也会危险 但没人替我担心 我有些无奈 再次认真地说道 陆总 我一开始就只打算 要二十万断绝关系 毕竟 无父无母又有钱 我乐得自在 暖暖 陆父换我 你太偏激了 裹着自己 沉在过去 把痛苦纠结于别人 让别人跟着你 一起痛苦沉沦 就不能给爸爸妈妈一个机会吗 我跟你妈不会偏心的 可我要的 就是偏心 我猛然 将梳子扔在地上 声响有些大 震慑住了陆父 也有些吓到了来来 来来用脑袋拱着我的手 我伸手揉揉她的脑袋 深呼吸一口 让自己恢复理智 把痛苦纠结于别人 所以我被打被骂没饭吃 是因为我活该是吗 陆父连忙解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都说了直接给钱就是 我打断她 是你们非得彰显自己 要把我带去陆家 还要我来大度原谅 一滴泪事实落下 我随手抹一把脸 站起身开门 陆总回去吧 陆父不想走 却碍于我直接开了门 站在那里一副恭送的模样 他与我对视 想要说些什么 我一开眼 等她走后 我兴奋地抱起来来 跟她道 来来对不起 吓到你了 不过 我的演技可真特娘得好 我就是妥妥地 未来影后小天才 娱乐圈即将冉冉升起的新星 我没忍住开怀大笑 眼睛莫名其妙地流泪 怎么演戏憋出来的泪珠子 还收不回去了呢 一刀刀扎在别人心口上的滋味可太好了 我痛苦了那么久 怎么可以救我一个人痛 来来用舌头舔我的脸 眼睛总算是停止哭了 我跑去洗脸 凉水触碰到指尖的瞬间 心中的造诣 微微退却 还是太年轻了 情绪一旦释放 就难压制回去 要不怎么说 静默者黑呢 被那个人打多了 我避无可避地跟着暴躁 这份情绪 在接触向家一家子时 更是格外地明显 想了想 我干脆用冷水 把自己从头到脚 淋了个透底 意外中 又带着点情理之中 我感冒发烧了 病来如山道 我以前都没那么容易生病的 怎么现在老是生病 我吸吸鼻子 不通气 用嘴巴呼吸 每两下喉咙又干又疼 沈听兰在床头 屁颠屁颠地 又是给我倒开水 又是贴发热贴 把感冒药给我充好 他原本是要带我去医院的 我不肯 他带了医生 我也闹着不看 活脱脱一个 无理取闹的熊孩子 极度惹人厌烦的那种 我瞧着他面色不好的样子 轻轻嗓子 忍着痛到 呆 妖精 我以前都不怎么生病的 定是你吸走了我的精气 几句话 鼻音又重还沙哑 说完之后 喉咙更疼了 好在沈听兰笑了 眉眼弯弯 凑上前打去我 你说说 我怎么吸你的精气了 我眨巴眨巴眼 本来脑袋就热得发胀又疼 这下更是有种热流浊 烧尸海的感觉 我偏开头 离我远点 小心传染你了 沈听兰却是伸手捏了 捏我的耳朵 猖狂道 害羞了 耳根子红得都快滴血了 发烧烧的 拉过被子蒙住脑袋 我没好气到 沈听兰把我从被子里捞出来 戳我脑袋 被子蒙住脑袋 不嫌闷啊 我将准备说话 她却替我噎好被子 柔声道 好了不闹你了 休息好了病才会好 说着 她打开床旁的柜子 问道 我们暖暖今天 想听什么童话故事啊 我生病不舒服 她照顾我的时候 哄我睡觉 就会给我读童话故事 我想了想 吸吸鼻子 磨豆树 很久很久以前 沈听兰熟练地打开书 动听的声音读起了故事 带着极致的催眠效果 迷迷糊糊间 我感受到鼻子有些痒 听到一句笑骂 熊孩子 开门声 脚步声 我听到了一句 需要送我到医院 其实我想开口说 我不想去 但睁不开眼 好困好困 只能下意识地抓住 沈听兰的衣服 我讨厌医院 姐姐就是在那里 被黄月娇嫌弃 手术费贵 放弃治疗 无所谓地说 死了就死了 眼泪不自觉地滑落 我听到沈听兰哀求我 暖暖 我们去医院 好吗 有沈听兰在的话 她应该不会让我死吧 我睡得有点久 断断续续做梦梦到以前的事 五岁前 我挨得打还没到拳打脚踢 打没半条命的地步 那时候还住在村子里 妇人们唠嗑时 总会提及我 说我长得半点 不像养父 该不会是养母 给她戴了绿帽子 话传到养父耳朵里 她瞧着我的眼神 越来越冷 终于有一天 她把一张鉴定报告 甩到黄月娇脸上 毒打了黄月娇一顿 把躲在角落的我揪出来 猛踹了两脚 甚至想伸手掐死我 芝西又无力反抗 死亡离我一步之遥 姐姐把我从她手里救下来 最后已两岁的儿子被吓哭 她忙去哄儿子结束 黄月娇也去做了鉴定 最后挨打的人 只剩我一个 他们是打算扔了我的 但我跑去村委会找了村长 到了上小学的年纪 他们不打算送我去 但义务教育不送去上学 是不行的 从村子到镇上小学 我年纪小 得走上一个多小时 学校为了学生安全 要求不是镇上 或者没有家长街的同学住宿 他们舍不得钱 我就每天来回走 学校里老师看不过眼 说我的住宿费他来出 夫妇俩不肯 毕竟我不回去 家里就少了苦力 我的大多东西 可以说都是一路遇到的 好心人捐赠的 我报过警 毕竟我从小反骨 但当时我年纪小 他们又是监护人 最后不了了之 从那次报警以后 他们打了我之后 就会把我关着 老实问 就说我生病了 我在学校的名称 除了穷酸鬼 剪破烂的 讨厌包 又多了一个病秧子 但我身体好得紧 我不敢生病 毕竟那对夫妇 不会给我看病的 姐姐是对我唯一好的人 会悄悄塞给我糖 会给我钱 让我偷偷地买东西 她告诉我一定要逃出去 跑得远远的 但自己却被困在了那个家里 用死解脱 抑郁症自杀 黄月娇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抢救 因为手术费要很大一笔钱 夫妇俩给她办了一场 极简陋的葬礼 比起失去女儿 他们更在乎的 是这场葬礼他们能收到多少礼金 陆家人来看我 带着一大堆补品 陆母眼睛还是红红的 看着憔悴了不少 陆母紧张地说 暖暖 你说过猪猪走了 你就会回陆家的 她 她现在已经不在陆家了 你病好了 我就来接你回去好不好 我点点头 她似乎松了口气 又问我 你想吃什么水果吗 要吃苹果吗 妈妈给你消 我住进了陆家 陆母兴高采烈地带着我 参观陆家特地给我打造的房间 进门前 我以为会是小说里那种粉色公主房 虽然不会太喜欢 但陆家至少不会有霉味 房间里不会透不尽一抹光 但现实是黑白的简雅设计 除了家具 还有狗狗用的东西 白色的大床上 摆了一个一人高的多拉 梦公仔 床脚摆了一排小尺寸的 最让人惊喜的 是有一个玻璃柜台 里面摆放了好多个动漫的手办模型 陆母在旁边道 沈家那个孩子告诉我你喜欢这些 所以我跟你爸爸商量着 就这样设计了 喜欢吗 他有些期待地问我 我点头 诚挚地说谢谢 住进陆家的第一天 陆父陆母带着我去办了户口 我不愿意改名 他们就在我名字前加了个陆姓 陆向暖 陆明成对我又是愧疚 又是恼怒 干脆不搭理我 陆明宇去国外出差了 晚饭时 陆父陆母在饭桌上不停地给我夹菜 我有些叛逆地想把他们家的菜喂给来来 怕来来吃坏肚子 算了 住进陆家的第二天 陆母带着我去逛商城 一路上衣服首饰包包鞋子 恨不得把商场都给我包圆了 我悄悄给沈听兰吐槽逛街好累 她回我要不要小的来背着我慢慢逛 我说滚 住进陆家的第三天 陆母带我去定制礼服 说要给我办一场宴会 晚上 陆明宇回来了 出奇地给我带了礼物 晚饭时 陆父陆母依旧给我夹菜 陆明成的电话响了 她接之前敲咪咪看了我一眼 盲猜陆明珠 果不其然 接通电话没多久 她一脸愤怒地站起身 什么 他们怎么可以打人 你等着 二哥我这就来接你 陆母一听 着急地问道 明成 怎么了 陆明成一脸气愤 妈 猪猪在向家 被那家人打了 什么 陆母慌了神 忙到 她怎么跑到向家去了 那我们快 快去接她 她话说出来 刚准备站起 视线看到我时 一下顿住了动作 陆明成疑惑地喊一声 看到陆母在看我的脸色 本来就愤怒 现在更忍不住情绪了 你要不要那么恶毒 有什么事 想报复 冲我来 陆明成 你怎么说话的 一直没说话的陆父 喊了一声 陆明成一脸不赞同地看着自家父亲 爸 你就不打算管猪猪了吗 血缘关系就那么重要吗 说完她狠狠弯了我一眼 扳倒瞪子头 也不回地往外走 陆明宇放下筷子温声道 她这个情绪开车不稳定 我去跟着她 四周寂静 陆母有些为难地唤我 暖暖 我把她刚给我家的虾扔到桌上 放下筷子道 我吃好了 你们慢用 我抬不上楼 陆父在后边唤我 吃完饭就躺床上不好 记得牵着来来 散步消消食 陆明珠住院了 我瞧着她企鹅给我发来的图片 有陆明成低头给她削着苹果 一碗鸡汤配文 并妈妈特意给我包的 陆父陆母一味离开的背影 忘了说了 我跟陆明珠认识 毕竟 我们在一个高中 她在学校的贵族班 我在学校红字班 说来凑巧 第一次认识 她打好菜跟好友说说笑笑 没看路撞到我 菜油汤汁弄了我一身 她当时声音甜甜地说我 同学 下次走路要看路哦 我的饭菜钱就不需要你赔了 我没说话 去打了一份麻婆豆腐和茄子肉末 这两个菜 食堂格外舍得放油 手指一推 身体一斜 参倒在她的肩膀上 我说 不好意思啊同学 我不是故意的 晚上放学我就被人围了 陆明成代的人 贵人多忘事 她可能记得有这么一茬 但忘了被压着跪下认错人的脸 她好像觉得 我会极度伤心委屈 不确定 再看看 陆父陆母 在我住进来第一天 就加了我的威 我把陆明珠发我的照片 发在朋友圈 紧陆父陆母可见 父辞自孝 胸有地公 她针对我这么久 怎么就不记得我从来不是个会忍着的人 没多久 我的门就被敲响了 我撸着狗 没音声 陆母的声音 从门外传来 暖暖 能跟妈妈谈谈吗 我把门一开 就看到陆母紧张地捏住手机的模样 她的前半生都顺风顺水 丈夫宠爱 儿子孝顺 女儿贴心 我大概是她人生那块唯一的绊脚石 不断地让她吃瘪糟心 暖暖 我看到你发的朋友圈了 猪猪毕竟是我养了那么多年的孩子 我没办法去完全不管她 她跟我讲道理 暖暖 我知道你不待见猪猪 也知道你不爱听这些 但我相信道理你都懂 你跟猪猪都是无辜的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你要试着往前看 这样才能走出来不是吗 沉默半晌 她终是讲了正题 猪猪说想去看看自己的亲生父母 看看你以前生活的环境 就跑去了向家 那家人重男轻女得很 猪猪坐着 她家小儿子无缘无故地就对她拳打脚踢 猪猪没忍住推了她一下 就被那家人打了 她的胳膊上都是他们抽出来的痕迹 脸上也有巴掌印 额头被他们推倒时撞到柜子上 磕起个包 还有淤血 身上也有淤青 听着陆明珠的惨状 我有些意外 您要是不放心 就把人接回来吧 陆母一愣 你 你不是说 我没说话 她便不停地夸我 暖暖 好孩子 那妈妈把她接回来 等她高考完了 就送她走好不好 我只撸着狗 她见我没再有说话的意思 终究是愁愁着出了房间 我抬头看她将要走出房门的背影 问道 陆夫人就不好奇 我的照片是怎么来的吗 陆母没有回答我的话就逃了 没错 逃了 一下午 没瞅见人影 傍晚的时候 陆夫回来了 他说 暖暖 能不能谈一谈 怎么一个两个的都要谈一谈 我不理解 十分不理解 跟在他的后边进了书房 这个我第一次踏足的地方 我好奇地四下看了看 墙上挂着一家五口大大的合照 一个个脸上笑容洋溢 笑得跟花一样 我不禁扎舌 幸福的五口之家呀 被我搅得天翻地覆的 陆夫示意我坐在他对面 又走出去 进来时给我拿了一瓶椰奶 顺带拧开了瓶盖 听沈家二少说 你喜欢喝这个 我就给你买了 沈家那小子说 沈家二少说 沈听兰那鸭的 倒是把我的牢底都抖了个干净 谢谢 我接过 没打算主动开口 陆夫倒是干脆 直接点开了我那条朋友圈 放在我面前问 你跟猪猪是怎么认识的 食堂吃饭的时候 我把菜泼他身上了 陆夫皱眉 我不紧不慢地一口一口喝着椰奶 时不时尝到椰果了嚼几下 陆夫显然要的不是这个答案 因为泼菜 陆明珠就找人霸凌欺负我两年 这跟她的认知有极大的冲突 毕竟陆明珠是她乖巧善良的宝贝女儿 怎么会那么斤斤计较呢 沉默半天 我一瓶叶奶都要喝完了 她才开口 我会调查清楚 给你一个交代的 给我交代 我看着她 眨眨眼 陆总还是别打着这种 为别人的旗号为好 调查出的事情 打破了陆明珠十七年 给她的认知 她想要论证的 无非是陆明珠 并不是那么恶毒的人 我被她针对 一定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毕竟 她能查到那份亲子鉴定 是我送的 处心积虑 想要回到陆家的亲生女儿 善良孝顺 养了十七年的掌上明珠 谁更恶毒会撒谎 一目了然 抱歉 她认错的速度 出乎我的意料 似是调整了过来 陆父深吸一口气 换了个话题 有空给我讲讲 你跟沈家小子的故事吧 陆总管理集团时间繁忙 算了 我把喝完的椰奶瓶 扔进垃圾桶 拧开门 就听到楼下传来动静 那一道女声温柔嘱咐 小心点 别把猪猪磕到了 陆家的隔音效果挺不错的 至少在我没开门之前 没能听到半点动静 我撑着栏杆往下看时 陆母和陆明成把陆明珠 连床带人已经带到了客厅 有钱人家就是好 班人都是连床的 怪不得一下午没见陆母人 原来是生怕我反悔 连忙跑去把人接回来了 你们怎么把猪猪带回来了 我正看得兴起 身后的陆父突然开口 我斜看他一眼 脸色不太好的样子 稀奇 楼下的人听见声抬头 看到我的时候 齐齐变了脸色 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一般 陆母无措地抓住床架 笑笑 暖暖说了 我可以把猪猪接回来 等到猪猪高考完再走 陆父闻言一律地看我一眼 我十分坦然 昂 我答应的 陆夫人舍不得宝贝女儿 我这个人心地善良 最见不得母女分离 她回来我走 多简单的事 旁边的陆父一脸果然如此的表情 楼下的陆明成神情 从不知所措变成了愤怒 忍不住吼我 陆向暖 亏我还以为你变好了呢 果然苟改不了吃屎 恶毒的人就是恶毒 陆家的人里 陆明成永远是最容易看明白的那个 或许是有陆明宇在前头顶着 陆父陆母对后面的孩子就放低了要求 以至于陆明成二十了 还像个以为大喊大闹 就能让人顺着心意的熊孩子 我笑嘻嘻地问他 陆二少 我恶毒 两年前 你押着我跪下道歉的时候 不就该知道了吗 什么 在场的陆家人 除了陆明珠 个个脸色一变 陆父邓卓陆明成 语气运怒 陆明成 我拿钱送你上学 就是让你去霸凌同学的吗 陆明成白着一张脸 脑海浮现起两年前的那一幕 他我我我 我个半天没说出个所以然 陆父即将再次开口时 陆明珠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 陆母两人的视线一下被他吸引 陆父盯着陆明珠的目光忧深 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 那头陆母将要骂儿子的话收了回去 责备女儿 猪猪 你身上到处都有伤 乱动干什么 陆明珠的脑袋上还绑着绷带 胳膊处有几道抽打出来的痕迹 还有淤青 养了几天痕迹还那么明显 可见当时被打得有多惨 他在病床上跪下 身体颤抖 眼泪汪汪 爸妈对不起 二哥是因为想保护我才会那样做的 当时 暖暖把菜泼我身上了 二哥生气有人欺负我 就让暖暖给我道歉 但是暖暖性子却不肯 是我的错 我不该告诉二哥的 陆明诚忙安慰他 没有 你哪有错 妹妹受欺负了 哥哥给妹妹出头不是应该的吗 本来就是他不对 谁知道他是陆明诚 他嘀咕的话没说完 陆父冷着脸打断他 谁知道他是 你逼着人跪下道歉 还没做错了 陆明诚跟陆父对视 看到旁边我得意的脸 没忍住顶嘴 做错事就要道歉 这是爸你教我的 要保护好妹妹 也是爸你教我的 你现在责怪我 不就是因为知道他 才是亲生的吗 大不了我给他跪回去 再磕三个头 明诚二哥 别说了 陆母 陆明珠奇奇制止他 我看热闹不显是大 乐呵呵开口 好啊好啊 你磕 暖暖 这下 轮到陆母不乐意了 非要弄得那么难堪吗 况且当时确实是你做错了 明诚只是过激了点 今天的事 妈妈也特意询问过你的意见 是你说可以接猪猪回来 我点点头 我没反对啊 那你现在是在闹什么 陆母有些生气 埋怨的话脱口而出 还嫌现在这么乱吗 果然在外面没能教好 还以为把你接回来好好教教 你能懂点事 我当初就不该坚持 把你接回来 陆父忙出声制止他 语气听着不太好 哎呦 倒嘴的话被制止没再说出来 陆母反应过来 望女儿一眼 脑袋空白 她怎么能有这种想法 我有娘生没娘养 陆夫人心里不是该门清吗 我没忍住笑出声 毕竟我不像陆明珠 有一个好妈妈 陆母的脸色瞬间更苍白了 我瞧着她后悔的模样 十分体贴地帮她回忆 陆夫人忘了 我进陆家的第一次就说过 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陆夫格外快递做了选择 几乎是不容反抗 陆明成 把人送回医院 伤没好就好好养着 别到处乱跑 陆明成刚想说什么 被陆明珠一把拉住手 二哥 别再惹爸生气了 带我回医院吧 几滴眼泪打湿了病符 陆明成抬头视线 在我和陆父的脸上来回扫 还是有些愤愤不平 爸 血缘关系就真的那么重要吗 明明之前商量的是 哪怕是向暖回来了 珠珠也还是陆家的女儿 后来向暖一闹 你们就让珠珠搬出去了 现在珠珠都这样了 还让她一个人住在外面 不能回家吗 我瞧着她耿着脖子 一副不给答案 不罢休的模样 以着栏杆 用手撑着下巴 陆明成 你自小保护陆明珠 对她好 不就是因为 以为她是你亲妹妹吗 这天底下妹妹多了 怎么没见你 对别的妹妹那么好 我笑着问她 你最初不就是因为 血缘关系吗 论证自己都站不住脚 怎么还有反问别人呢 没劲 陆明珠到底被送回了医院 再也没能踏入陆家 这两天 陆明成见到我跟耗子 躲着猫似的 大有一种 有家不能回的架势 早上准备出门 难得看到陆明宇 坐在客厅吃早餐 出人意料的 还说了生早 我看着她的微笑 没搭理她 陆明宇又主动开口 不吃了早餐出门吗 要去哪里 我送你 不用 微信同意一下 我的好友申请 我换鞋的功夫 她不知道 什么时候站起来了 跟在我的身后 我瞧她一眼 有必要加好友吗 你是我妹妹 加个好友怎么了 通过的话 我给你两百万 你被夺赦了 我嫌弃地瞧着她 打开微信 通过好友的速度 却不慢 把好友页面点 开给她看 我仰头 结账吧 她不仅不慢地 从兜里 摸出一张卡 递给我 似是早有准备 密码 我接过 询问 六个零 这么想要钱 怎么那天 开口的时候 不干脆多要点 我看都不看她一眼 怎么 你是在讽刺我穷风了 没有 只是觉得 那天爸妈 要真答应了 你就只拿二十万 那么点钱 会不会后悔 我换好鞋 站起身 陆大哨 这里是哪里 陆家 所以我并没有 只拿到二十万 况且 我的那点算计 陆大哨会蠢到 到现在都没看明白吗 我进陆家的目的 自始至终 也不是为了那点钱 二十万对普通的人来说多 可对陆家来说 都比不上陆明珠的零花钱 越是惨的比对 越能激发陆家人 那点愧疚和自傲 陆家的女儿 怎么能因为二十万 就断绝关系 陆明语没应我的话 别陆大哨陆大哨的叫 什么时候 叫我一声哥哥 他挡着我的道了 我瞥他一眼 看心情吧 比如你把你手中陆氏的股份 全转给我 胃口不小 我难得对他一笑 就要绕过他出门 又被挡了个结结实实 陆大哨 这么闲去医院 照顾你的亲亲妹妹不好吗 大早上在这当路障干嘛 那里不缺我一个 我想了想 陆明珠发来的消息里 确实是没有陆明语的影子 他没在挡路 只是跟着我到门口不断叮嘱 你年纪还小 早恋不好 别被沈天兰那小子卖了还帮着数钱 记得回来吃晚饭 有事的话给我打电话 我没搭理他 至于被沈天兰卖了的事 他早就卖得个干干净净了 我喜欢什么 爱吃什么 需要什么 陆家人一问 沈天兰交代得明明白白的 怪不得他昨晚笑嘻嘻地跟说 我等着尽才 原来是这么个意思 日子就那么不紧不慢地过着 沈天兰在国外上学 得半年才回来 我也高三了 向家夫妇被陆父送进了监狱 大半辈子都得在里面待着 陆母比起以前 对我的愧疚感更深了 但我清楚 她的记性不好得很 罪意善变 陆家人中 她对我的感情最是复杂 大概是在她前五十多年的人生里 所有人都顺着她 直到出现了我 她讨厌却因为血缘愧疚 对我百般忍让 被我步步紧逼 有时难以掩饰 那抹厌恶怨恨 陆家替我办得认亲艳到了 陆母让我挑一件礼服换上 我瞧着疑惑地问 不是指定了几件吗 怎么那么多 陆母笑笑 有了新款 妈妈瞧着合适就给你买了 我看过两眼定制的几件礼服 这里面少了一件 记得是黄色 大概是怕我发现 陆母在里面多混了些 我嗷一声 她似是松了一口气 她十分主动地拿起一件礼服 给我推荐 暖暖穿这个怎么样 那是一件路肩的天蓝色公主裙 蓬松的裙摆上有着点点碎钻 灯光照射之下闪闪的像星星 好啊 我笑得灿烂 换衣服的时候 我看着左肩膀处 那一块覆盖了半个肩的烫伤疤 没特意看还好 认真看的时候 疼了一碗的灼烧感像是重现了一般 收起情绪 我朝着外面喊一声 妈 能帮一下我吗 我的拉链拉不上 高档礼服 拉链的问题肯定不存在 但这声妈 足够让陆母的注意力不在拉链上 陆母忙从外面进来 激动地瞧着我 暖暖 你 你刚刚叫我什么 我没再出声 她便不追问 准备帮我拉上拉链的动作一停 一下子没忍住 陆母伸手将衣服弄开 眼眶瞬间湿润 背上 一道道的疤 横着的竖着的圆形的 以及肩膀大大的那一块 刺伤了陆母的眼睛 她伸手俯上我的背 指尖沿着疤痕而动 哽咽着问我 暖暖 你身上的伤 我忍着养溢和想要逃开的不是 无所未到 哦 好像是被用皮带抽的 还是什么东西抽的 圆圆的比较好认 烟头烫的 很痛吧 忘了 只记得当时躺在地板上的时候在想 他们都发现了 我不是他们的女儿 那我的爸爸妈妈呢 是没发现 还是不想要我 陆母下意识就要反驳 不 不 不是的 他们夫妻两对对方充分相信 所以并没有想过做亲自鉴定 而朱朱认真看时 也能找到容貌相似的地方 那时朱朱只要拉着她的手撒撒娇 亲亲脸 陆母就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递到宝贝女儿面前 怎么会去怀疑呢 沉默了一会 陆母低声不停地难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没必要 无成本的对不起 说上千万句都没价值 我问她 不拉上吗 陆母强忍着泪意 看着我肩膀上的那道疤 小心翼翼问我 不换一件吗 不换了 我笑笑 这衣服不挺好看的吗 况且还是您亲自挑的 我 我不知道 陆母想要辩驳 最后也只是帮我拉好 跟我说一句 她出去一趟就离开了 估计是跑哪哭去了吧 她离开得快 没看到我在她身后得意地笑了 一开始我图的 就不是什么温馨幸福的陆家 陆家小姐的身份 比一个养父母进了监狱的可怜姑娘值钱的多 沈厅兰是沈家的少爷 她可以说不在乎门当户对 但我不行 嫁入豪门的灰姑娘 我不喜欢 沈厅兰带我逃离了那个鬼地方 给了我不一样的未来 她是破开乌云照亮我世界的太阳 带我爬树摸鱼抓虾体验童年 帮我报复那些欺负过我的小朋友 第一次到游乐园 第一次喝奶茶 第一次看电影 第一次过生日 她带我见过太多的不同 从前我觉得这个世界很无聊 后来才发现 蓝天白云 月亮星星 日出日落 山脉河川原来都会格外好看 所以我不断地努力向沈厅兰靠近 想要跟她绑在一起 陆父想听我跟沈厅兰的故事 但我不想浪费那个时间口水 更不想跟别人分享我的沈厅兰 若不是没能力 我都想学着小说里的并交 把人锁在身边 所以在沈厅兰查到我的身世时 我变起了心思 陆加千金 是我现在的能力范围之内 能够最快获得钱财和权势的方法 至少从现在卡里迅速增长的数额来看 效果不错 陆明珠如果不招惹我 我会因为过去跟陆家计较针锋相对 却不会想着把她赶出去 我没蠢到去跟一个朝夕相处 十七年的人争宠爱 我要的是陆家人的愧疚 让他们每每看到 我的风魔排斥痛苦 又看到陆明珠这十七年过得有多好时 被愧疚蚕食 逐渐消磨掉对陆明珠的感情 也满足了我想要报复 让他们跟我一起痛苦的心理 我的心早就病了 陆父怕陆母伤心瞒着我被虐待的事情 那我就让陆母比他们更直观地看到我身上的疤 那天我惊讶于陆明珠被打 不是因为她被打得很惨 向家人在我十二岁那年报警之后 动手从来不会在明面上留下痕迹 陆明珠不知道做了什么 让他们不管不顾地留下那么明显的伤 晚宴上 我在众人的目光中出场 陆父陆母将我介绍给来场的人 他们恭喜着 视线无疑不落在我肩膀的那道巴上 沈听兰的爸爸妈妈来了 私下里 沈妈妈又送给我一个手镯 夸我长得好看 是个好孩子 但没提及沈听兰 陆明珠也来了 她没从陆家的户口本上迁走 名义上来说 她仍是陆家的小姐 这场晚宴她来或不来 对陆家后边被人议论的话题都有影响 看到陆父对我的态度 跟她套近乎的人也少 瞧见她的身上穿着那件黄色的礼服 我似笑非笑地瞧了陆母一眼 陆父对我格外上心 介绍了一圈终于结束之后 陆明珠来邀我跳舞 主角 赏个脸跳支舞 我摇头 我的第一支舞 要留给沈听兰 哪怕她在国外 陆明珠耸肩 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也学会了这个动作 我看着她 问陆大少怎么有学人的习惯了 之前没有察觉 时间久了发现 陆明珠说话时 总在模仿沈听兰的语气 她是稳重温和的性子 用活泼的语气总带着违和 用陆家人的方式接近不了你 那就换一种你熟悉的 陆明珠笑道 我摇摇头 没必要做徒劳工 陆明珠忽然变了神情盯着我身后 我正疑惑 一道男生唤我 陆小姐 能不能赏脸 陪帅哥跳个舞 哪怕听得再多 这份熟悉的声音 还是让我的心下意识疯狂跳动 我回过头瞧她 问道 不是说在国外回不来吗 沈听兰笑 答应过你不会缺席你的重要时刻 我可得信守承诺 况且我不回来 谁陪我的小魔女跳第一支舞 跟帅哥跳 这里除了我 还有别的帅哥吗 我正打算回她 旁边的陆明宇忧愿地看我一眼 插嘴道 我呀 你没事吧 我跟沈听兰齐齐回一句 满眼不可思议 沈听兰笑着拉我进舞池 我的第一支舞 如愿跟她一起 余光之中 我看到陆明珠 靠近陆母碗她的胳膊 却被陆母俯开 时间又过去了三月 陆明珠出奇地发消息 约我见面 见面的地址 在陆父陆母安置她的另一套别墅 离陆家五百米不到的距离 房子看得出是精心准备的 欧美典雅饭 像公主住的城堡 这原本是爸妈给我准备的成人生日礼物 本来打算到我生日的时候再送的 没想到因为你回来了 就提前给我了 我打个喝歉 沈听兰在国外跟我有时差 为了跟她打电话 一不小心熬了个夜 现在困得紧 我无语道 要说什么快说 我要回去补觉 她悠悠地盯着我 向暖 我的人生终究是被你抢了 我抢你的 笑声没收住一出喉咙 不要脸的人果然还是不要脸 陆明珠继续道 你跟妈妈说了什么 为什么她现在总是怪怪的 有时候对我很好 但有时候我一碰到她就躲我 爸爸基本不会来看我了 来也都是陪着妈妈 大哥也不像从前一样 总是关心我给我发消息 要我主动发 他才会回我那么几句 就连二哥 就连二哥也是 他最近神神秘秘的 躲着我都不知道在弄什么 我敷衍一句 他估计是认为我眼瞎了 看不到陆母陆明成三天两头的往这边跑 陆明宇带礼物带什么东西时 带的都是两份 陆明宇倒是忌讳 怕我隔应 特地给带的不一样的东西 陆明珠见刺激不到我 便转了口头 你该庆幸不是吗 要不是因为这样 你也不会遇到沈厅兰 不过听说沈家早就有了心仪的儿媳妇 你也就是沈厅兰漫漫人生 尝过的一盘野味了 就这 我敷衍地回一句 嘲讽道 你倒是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我会不会遇到沈厅兰 跟你有什么关系 倒是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本来就不是你的 就连陆明珠这个名字都不是呢 我的话一下触及到了陆明珠的雷区 她被我激怒 向暖 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不止有你一个人 情绪上来 陆明珠开始嘶吼 你被调换 又不是我故意的 是你没福气在陆家 是你不甘心非得来破坏 我们原本的生活 是你破坏了我的人生 陆明珠自小是被宠着长大的 她是陆家的掌上明珠 含在嘴里怕话了捧在手里怕摔了 从小她任性 仗着宠爱撒泼 反正只要她撒撒娇 妈妈二哥总会想办法满足她原谅她 直到有一次 她听到了一些人背地的风言风语 陆明珠看着全家的合照 越对比 五官之间 她越显得跟陆家人格格不入 她慌了 拿钱跑去请人做了鉴定 不是 真的不是 从那之后 她就再也不任性 处处讨好陆家人建立维系感情 陆父陆母夸她长大懂事了 她便问陆父陆母 爸爸妈妈以后会抛弃我吗 他们当时摸着她的脑袋安抚 怎么会这么想 珠珠是爸爸妈妈的宝贝 不要谁都不会不要你的 问了那个问题之后 陆父陆母以为她经历了什么 为了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对她比以前更好了 陆明珠贪恋着陆家的一切 那是她从小到大生活的家 她祈求着 另外那个孩子不要出现 直到陆明成带着人 压着学校红字般有名的穷鬼时 她看到两人的五官 慌了 还是出现了 陆明珠最初花了五十万 请人去把向暖赶走 五十万不行就在家前 不管什么方法 把人赶出这座城市 那时候她想 这样把向暖赶走 会不会不太好 但她太讨厌了 回了陆家 就会跟她抢家里人的宠爱 第一次见面 就把菜汤撒在了自己身上 而且向家那个鬼样子 她才不要回去呢 大不了 她到时候再偷偷给向暖会 一笔钱就好了 为什么你就跟个狗皮膏药一样 甩不脱 为什么怎么赶你走 两年了 你还待在这座城市 我瞧着她 私生怒吼时的陆明珠 一瞬间身上有了她亲生父母的特性 是你贪心 我贪心 陆明珠呵呵一笑 是你们陆家人无情 是你不甘贫苦 我做了那么多 去卑微去讨好 我妄想着 哪天你回来了 他们不会抛弃我 他们明明承诺过 不会抛弃我的 在接你回来之前 也再三跟我保证过 我还是陆家的女儿 他们还会跟以前一样对我 可是没有 你知不知道你特别讨闲啊 破坏了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 你不就是嫉妒我 把我拉下泥潭跟你一起吗 我看着陆明珠抓狂的想要砸东西的模样 忽然笑了 嫉妒你 曾经倒是有过 毕竟到现在 我也还是忘不了那天 陆明珠穿着连衣裙 手捧蛋糕 眼睛笑得弯弯的像月亮的模样 多美好 要不怎么说基因遗传呢 陆明珠 我喊他 你发狂时候的模样 跟你的亲生父亲 简直一模一样啊 陆明珠一愣 想到那天再向家 他家的小儿子过来踹他 扯他的头发 陆明珠没忍住 把人给推倒了 他被所谓的亲生母亲 扇了一巴掌 推倒 脑袋撞到柜子 陆明珠下意识就要还手 无力地反抗 让他被打得很惨 绝望时 他忽然想 要是被打得更惨一点 妈妈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 到时候 他就能回到陆家了 陆母果然心疼了 说不管向暖搭不答应 都要把他带回陆家 大哥却不见人影 陆父陪着陆母来 总是会看着他身上的伤出神 像是在透过他现在的惨状 看着另外一个人 没想到 他回陆家的事 再次被向暖强制搅黄了 陆明珠 我从一开始 就想彻彻底底把你赶出陆家 我微微一笑 是连户口本上都牵出去那种 愧疚感再强 抵消不了陆家人 对陆明珠存有的那份感情 更何况在陆母心里 我与陆明珠一个忤逆她的心意 一个乖巧听话 陆母因为我的惨状 连想到陆明珠的父母会别扭地排斥陆明珠 又因为陆明珠的乖巧忍不住去关怀 我还寻思着 怎么才能彻底把人弄出去呢 这不好了吗 刚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 你什么意思 陆明珠一下愣了 我打开我的手机页面 我这个人吧 有个好习惯 遇到有什么特别的人或是时 总会留下点证据 我说着话 上面录音的纹路还在波动 陆明珠瞳孔放大 冲上来就想抢我的手机 我轻而易举地擒住她 在她耳边笑道 你说是我没有福气待在陆家 将人推倒 她倒在沙发上 面色不善地盯着我 现在看来 往后陆家你是待不下去了 我的福气 貌似在后头呢 我扬扬手机冲她晃 谢谢你的礼物了 我静止转身离开 没注意到身后陆明珠 越来越不对劲的神情 我十分主动地将陆家的几个人 拉了一个群聊 我也同意了陆明成的好友 六百万 谁会嫌钱多呢 刚建好群 陆明宇就发了一个问号 我发了录音 无剪辑 无添加 陆家人的脸色 现在肯定不会好 我想到那个场面 一把子期待住了 身后传来汽车的声音 我隐隐觉得不对劲 她加速冲我而来 我视力好 一眼就瞧见陆明珠 疯了吧 我咒骂一句 拿出百米冲刺的劲 保持着理智 网友障碍物的地方跑 临近 陆明珠似是突然回过神来 打方向盘 猛踩刹车 砰一声响 车侧边撞中花坛 陆明珠从车里出来 心有余悸 忍不住瘫坐在地上 她怎么可以这么坏 怎么能有杀人的想法 撞击声引来附近的人看热闹 我盯着陆明珠 捏紧拳头 尽量保持着冷静 陆明珠 等着吃牢饭吧 没有余 我直接打了报警电话 处理的速度快极了 陆母去看了陆明珠 回来的时候 瞧着我欲言又止 我看着陆母的模样就知道 她已经做好了选择 我开口 陆夫人是想替她求情吗 天知道那一刻我跑得再快 心里仍害怕得不行 她摇头 闭了闭眼 挣扎着还是开了口 我以为我这辈子 夫妻恩爱 儿女懂事孝顺 我是成功的 可现在看来 交出了这样一个孩子 我无疑是失败的 我跟你爸爸在一起三十多年了 因为你 我跟你爸爸吵了好几次 他也没有顺着我的心意哄我 在医院的时候 我看着你乖巧的模样 以为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会跟珠珠和平相处 陆夫人感知错误很正常 毕竟我会骗人得很 我低声道 换了话头 陆夫人那天想说的是 我就不该坚持要把你接回来吧 是 陆母诚实地点头 失望了 作为你的母亲 我居然会有这个想法 我摇摇头 没有 我一早就清楚 在我和陆明珠之间 她会优先选择陆明珠 在我祝愿她正销苹果 接到陆明珠的电话就离开时 在她提及陆明珠身上散发的词爱时 在那天放开我的手跑去查看陆明珠的伤势 望向我的眼里一瞬间藏不住的埋怨时 那时沈亭兰跑来医院看我 跟我抱怨 病房里怎么总是只有我一个人 可我将她与黄月娇对比 自欺欺人 索性她给的不多 我也及时脱开身 陆母最后开口 暖暖最后一次 珠珠是因为我才会做出那么疯狂的举动 她做错了事 应该接受惩罚 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的一生就那么毁了 能帮她的人只有我了 算是成全了我和珠珠最后的母女缘分吧 她最后看我两眼 身形落寞 有些亮呛地离开 我一开视线 其实我们这些人里最贪心的是陆母 她两个女儿都想要 最后两个女儿都失去了 陆母要帮陆明珠 陆父陆明宇 没法跟自己的妻子 妈妈对着干 我的律师最后居然是靠了沈家的人脉 我怕沈听兰担心 瞒着没告诉她 没想到沈家父母找了上来 刚一见面 沈母一把就把我抱进了怀里 拿手轻拍着我的背 像在哄小孩 暖暖不怕 不怕呀 有妈在呢 妈帮你做主 她的声音似是带着魔力 莫名其妙地委屈涌上心头 我有点想哭 沈父听着沈母的称呼 忍不住轻壳提醒她 你别把人小姑娘吓着了 沈母瞪她一眼 你懂什么 这不迟早的事 沈父无奈地瞧着她 对上我的视线 冷冰冰的一张脸尝试着挤出笑意 我们暖暖那么善良 那么好的孩子 陆家不疼 我沈家疼 我想说 其实我不善良 她的儿子最开始选择帮我 是害怕我长大后危害社会 那天 沈母以近乎强势的态度 将我从陆家带走 顺带还嘲讽了一顿 我有些呆得被一路带着 直到跟沈母带在沈厅栏的房间时 才反应过来 好孩子 吓话了吧 今晚妈陪着你睡 什么妖魔鬼怪我都帮你赶跑 不 不用的阿姨 我下意识拒绝 我一个人睡可以的 叫什么阿姨 沈母眯着眼 伸手捏捏我的脸颊 笑道 不用不好意思的 跟妈客气什么 对了 她说着 从床侧掏出一本故事书 听臭小子说 你喜欢听故事 我一磨 沈厅栏是把我的老笛 都给多少人了 沈母兴高采烈地翻开书 轻轻嗓子 兴奋得紧 老娘早就想体验 有个闺女的感觉了 闺女就是好 香香的乖乖的 比那两个臭小子 不知道好多少 对了 你要不要听臭小子的迥事 我给你讲 她八岁的时候 还尿床了 臭小子怕我发现 忙拿着吹风机吹啊 但是那个味道 则一言难尽 沈母像一个话牢 嘴巴不停 我乖巧地听着 脸上的笑就没停过 盯着沈母的身影 她激动地讲话的时候 容易带上肢体语言 生动得很 陆明珠说 陆家早有心仪的儿媳妇了 我想我知道 那个儿媳妇是谁了 我很怕睡相不好 打扰到沈母 直到第二天醒来 我发现 她把我抱在怀里 我有些贪恋 闭上眼 沈听兰的妈妈真好啊 我居然还想着 把她的儿子绑了 让人找不到我们 我有罪 但不改 起床的时候 难得看到了 沈听兰的哥哥 她笑着跟我打招呼 我见过她 那次沈听兰学了一手自行车 自信地想要载我 我答应了 然后跟她 骑骑摔了个狗啃泥 她被她哥带到 狠狠揍了一顿 从回忆中出来 我听着沈母在内涵大儿子 有些个不省心的玩意儿 眼看三十的对象都没有 催催催都没用 还好重开的小号学经了 早早撩了个儿媳妇 我脸一红 沈听兰的电话打来了 问我的情况 我一顿说 自己真的没事 真的很好 她才作罢 我说 你这样隔三差五的 就请假飞来飞去 学业不要了 我真的没事 我还问她怎么知道的 沈听兰摸摸鼻子 无奈地说 我家老头辈 大早上给我打电话 说我媳妇 把她媳妇拐跑了 她在撒谎 但我也没深究 在沈家住了一个星期 沈母带着我逛 跟陆母不一样 陆母是逛着的时候 看到东西 觉得好就给我买 沈母兴致勃勃地带我 问我有没有特别想买的东西 没有的话 就由她主动领着我 拿着东西 问我喜不喜欢 一个星期后 我终究选择回了陆家 陆家给的条件很诱人 陆母在陆氏的10%股份 以及我那个过世的外公 公司的35% 陆父那边 将在陆明与陆明城成年后 分出剩余的股份全给了我 等我成年那天正式生效 沈家找的律师很给力 再加上铁板钉钉的证据 陆明珠还是坐牢了 陆父带着陆母去旅游了 散散心 陆明城选择搬到学校宿舍去住 临走前 他告诉我 珠珠拜托 我跟你说声对不起 还有抱歉 是我造成了你的苦难 我回他 不接受不原谅 陆明语成了唯一在家的人 陆父把工作完全交给他后 他变得更忙了 但仍然坚持着回来 或早或晚 但每天早餐的桌上 我都能看到他 下学期时 陆母回来了 冲刺的高三阶段 他每天忙前忙后地 亲手给我做羹汤 我全都照收 顺带没感情地 说上一声谢谢 我没有离开陆家选择住宿 毕竟愧疚的人不是我 虚心的人不是我 心存妄想的人也不是我 我没必要躲 对我来说 饭菜是他做的 还是保姆做的 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 高考 我如愿考上了自己想去的大学 成人礼上 我得到了一份大礼 不知道是不是从沈厅兰那儿得的消息 陆家一群人全部送的是钱 我对陆家的感情没有期待 但财博能动我的心 十八岁生日的前一天 陆明宇找我谈话 我与他聊了很多 最后陆明宇问我 什么时候才能听到 我叫他一声哥哥 我说当年我就说过了 他问我要那么多钱干嘛 我说 攒钱养沈厅兰啊 那小子真是给你下了迷魂汤了 我微微一笑 不是迷魂汤 如果沈厅兰没出现 而我又有那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被陆家认回的话 那我跟陆家的关系 还可能有所缓和 但不是 沈厅兰弥补了我人生中的大部分角色 把陆家人的戏份给抢完了 如果有一天有人把沈厅兰和陆家的人绑了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沈厅兰 零点 沈厅兰准时地一句生日快乐发来 十八岁生日会当天 陆父找我谈话 陆家人一如既往 找人谈话 一个接一个的 谈到最后 陆父十分认真地询问我 能让我摸摸你的头吗 我后退一步 不了 会长不高的 我知道他 陆明宇对我的态度 自始至终和陆母 陆明成不一样 但我这个人 喜欢搞连作 陆家的生日宴办得很盛大 主角却在说了感谢宇之后 匆匆离场 我被沈厅兰带到海边 那里竖着几个帐篷 支招烧烤架 一行人围着烧烤架 和小桌子忙碌着 沈家人全都到场了 沈厅兰的几个好兄弟 以及我这十八年里难得交的几个好朋友 我看见沈父挽起西装袖子 递给沈母一串烤好的肉 见我们来了 几个人拉响礼炮筒 欢迎我们今天的寿星呀 我笑得灿烂 黑暗的世界里有了光明 腐臭的烂泥里长出了鲜花 风一吹有了花香 巨大的烟花散开 沈厅兰走到我身边 牵着我的手食指向扣 烟火的光亮下 她笑得张扬 凑近我的耳朵边道 喜欢吗 女朋友 我歪头一笑 做得不错 第一天上任的男朋友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